你是基隆人嗎 對啊 基隆人 那你判斷基隆人的標準是什麼 你看這邊路上那麼多人 有一些特性 就是要 什麼都可以不戴 可是預算也一定要戴 一定必備閃嗎 對對對 還有這個拖鞋一定要有 為什麼拖鞋 因為如果你不穿拖鞋的話 坐在這外邊 很容易弄視那個腳啊 今天早上有下雨了 知道嗎 有嗎 我不知道 有 有下啊 我們把貓魚不成山 為什麼 有用嗎 習慣了 從小零到大 基隆就是你一早上就變天了 一早上就變天了 會下整天雲 我覺得它建設蠻不錯的 就很好看 遊客越來越多了 你來到這邊 你就可以感受到人的熱情 基隆的海鮮比較新鮮 台北的海鮮就是又貴又小 基隆就是比較便宜一點 比較划算一點 基隆的海鮮 那你今年是這樣子的嗎 我比較少吃海鮮 所以我不知道 比較少吃 是海鮮 比較少吃一點 我會貼一間海鮮 那邊有一個 陰詞還有五家 海鮮 蠻有名的 我住山上 所以你現在住只是假日回來 回來工作而已 你現在在幹嘛 我現在在 尖阿尖 尖阿尖 所以你剛剛推薦的是 你在那個嗎 自己推薦自己家的 是不是 是 那我抓到 原來 你知道這五位是誰嗎 我話講錯了 這是 陳薇仲 我實在聽到的你也知道 我剛好有收到這個 面子 喔喔喔喔喔喔 有用 那在那邊 主任是 那是接班人 我主任是接班人而已 這個也有印象 可是我忘記 謝國 謝國良 嗯 是二姓銀行的任務 你自己 卡卡伊投資勒 他差不多了 投他好了 投他好了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他跟另外一位 有在競爭 謝國謝國良 只能投這個樣子 沒有啦 就是這裡 因為他 總部在旁邊也蠻捧場的啦 對啊 他們哪一個表現比較 講的話 政策啊什麼比較好 再選他 覺得還有哪裡可以再改善的嗎 都沒有 我覺得停車場可以再多一點 假日也會比較多的時候 可能會塞車 覺得是建設要再改善 對 交通也是要改了 金融捷運啊 有是很好啦 但是 我那聽新聞說 它是 什麼之後 27年28 28年之後的事情 我就 太遠了 太遠了 捷運 當然有是好啊 有是好 不曉得哪一天會成功 還不曉得 我覺得還 太久了 太久了 可能我們是看不到 蓋塵了之後就要這條火車站 你覺得這樣OK嗎 不用啦 因為 兩步衝突 因為火車站是會搭啦 有的人是說要還是要維持 可是維持的話是比較困難啦 因為我們基隆平安講地方太小了 要擴展的空間比較有限 其實現在火車也很方便啦 其實現在火車也很方便啦 捷運的話 我覺得 並不一定要 所以委员看起来 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 大家比较 还没有什么一定很明确的想法 或是很一定要如何如何 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所以对于基隆的交通问题 您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有捷运是好事 因为它可以把产业带进到基隆来 那我也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那不过如果用捷运去把火车站 把它取代掉把它废掉的话 那这样就不行 因为这个是两年前 民进党政府曾经在推的事情 后来是我出面再把它挡下来 对 那就是说 好像他们那时候是说第一阶段 因为是从南港到八堵 八堵是会到八堵 就是因为我要求 以及反映了民众的心声 不可以一次到基隆站 然后就把火车拿掉 因为路郎的关系 他们原本是要这么做 那一段先做 那至于从八堵到基隆这一段 那应该要并存啦 还是怎么样 这个部分就变成 应该是说在不把火车取消掉的情况 因为火车是在跟各个 就是我们西线路往的城市 串联的最主要的方式 功能性是不同的 而且大家已经有很清楚的搭乘习惯了 像你说八堵到南港 他们现在是规划13站 可是我以前替基隆的通勤族规划过 基隆到了南港就只有一站 就是直达车 所以未来我当选以后 我还是会恢复很多这些直达车 基隆的民众是包括中正区 然后仁爱区 信义区 还有这个一部分的中山区 都会需要从基隆火车站上车 那如果你基隆火车站没有了 只有捷运 那他们整个的搭乘的情况 都会受很大影响 可是刚刚我看那些年轻朋友 其实他们有露缩了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看了 就是他们问说基隆要什么要什么 其实他们都没有提到 可是真的大家一定有感觉 基隆要就业 基隆要工作 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提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就是这样 你基隆就是没工作 就是长期他就是那样的生活 所以我就看说 他为什么不会提说 我在基隆要工作呢 为什么我不想在基隆一个 安身立命一个好的职场生涯呢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对对对 这就是我想要去改变 所以我看到那些年轻朋友 在聊的时候 你虽然问我交通 可是其实我想跟你聊的 还是交通对基隆是有帮助的 我们都赞成 但前提是拜托火车不要拿掉 但是不管你交通怎么安排 希望他的目的不是只有把人载出城 然后再把人载回家 而是希望说他们的导入 可以让产业进驻到基隆来 而我也会来做这一点 让就业可以在基隆慢慢增加起来 就是说应该多轨并行的来配套相关的交通措施 让原本有利的火车还是能够继续的运行 然后那捷运的便利跟带入引入的部分 我们再去把它做加强 然后两者做一个串联才是对市民最好的 没错 没错 你讲的 你讲的就是基隆人的心声 对吗 嗯 嗯